开始起登 目标先捡大鹏山 大鹏山号称彰化县 最南端的三等三角点 目前行走在坑内坑步道 往大鹏山前进 顺着马路左转 我们先来捡大鹏山 捡完之后 回到这个路口 上去楼梯 接坑内坑步道 往松柏坑前进 大鹏山步道 很好走 步道最近有人整理过 路况还不错 一路顺着能线 往山脚点前进 坡度方面我觉得是有点陡 但路况很不错 一路上都没有杂草 可能最近有钱费来整理过 而且沿途绑的布条非常的多 这个路口要注意哦 准备左转 三角点马上出现 三角点马上出现 二水大鹏山高度265 三角点编号182 这一棵大鹏山号称掌画线最难的山脚点 到底有多难呢 因为地理位置就在最南边 所以是最难的山脚点 这一棵啊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两年了 这一次终于可以完成 现在按照原路下山准备接坑内坑步道 往上走到松柏坑 捡完大鹏山接回坑内坑步道 上来之后往左边走 坑内坑步道 一整路都是水泥路 非常的平坦好走 坑内坑 生态工程示范区 继续往松柏坑前进 快到松柏坑了 前面爬上去 就到了 半路上 发现一只独角仙 躺在马路上 不要躺在马路上啊 很危险 而且蚂蚁很多 要不要帮你一把 爆速 一二三四 好人就当到这里了 因为我要赶路了 走上来车道的最末端 从这里开始要接楼梯 楼梯上去就可以到松柏坑山 步道终点 二六三公尺 看到出口了 走出步道 往寿天宫前进 寿天宫往前210公尺 可以说马上到了 往松柏坑山 往松柏坑寿天宫前进 这边比较热闹 想要吃吃喝喝 可以在这边解决 民间乡松柏里 的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往七星阵地公园前进 来到浦中村 旁边这边都是军事设施 虽然是已经淘汰的 目标小百岳松伯坑山 距离还蛮遥远的哦 还有一两公里 看到水塔 准备右转 前方白色建筑物就是小百岳松伯坑山三角点的地方呢 松伯坑山旁边就是茶枝魔手工厂 听以前的前辈说 凡是来松伯坑山的山友 都会得到一杯 珍珍珠奶茶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呦 怎么那么巧 手上有支吸管 插下去试试看 原来传说是真的 凡是来松伯坑山的山友 都能得到一杯免费的珍珠奶茶 又甜又好喝 走 往松伯坑山三角点前进 小百岳松伯坑山 到了 背后这里有茶枝魔手的珍奶 珍奶配珍奶 谁是真的奶 如果嫌坑内坑加松伯坑山太简单的话 那我推荐你 可以走浦中树密达 这一条路线就不简单了 捡完松伯坑山 继续往前走 经过七星公园 往寿天宫前进 等一下要走灯庙步道 回停车场 右转 往七星公园前进 七星公园 现在位置 往右边走出去 绕回寿天宫 往灯庙步道 下山 如何观察北斗七星 斗口的两颗星 连成一条线 延长五倍 就能找到北极星 如图所示 在地只会来一次 来这里吃 这次是为了拍影片 要不然在地是骑自动机来 不会用走的 七星阵地公园 逐运遥光茶屋永景 哇!看到士林高炮好怀念哦 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在防炮连 我们的炮就是这种士林高炮 俗称高射炮 榴弹炮 年轻人要打炮吗 下山走另外一条路线 登庙步道 一路下坡 登庙步道下来到凉亭处 楼梯就结束了 这一个路口要注意哦 并不是往第二停车场 而是往马路的右边走 才能顺着回去坑内坑步道 要注意哦 到了这个路口 看到地上有只狗 表示这个路口要左转 才能接回坑内坑步道 看到地上有只狗 东坡步道 东坡步道 这里是衔接坑内坑森林步道 不是这一条哦 记得不是这一条 好 要往这边走 才是正确的道路 往坑内坑步道前进 这段路要小心哦 不要被骗了 注意看这里 沿着水泥路走 是错的 要往坑内坑 向左转 走这条小路 走出 走了一公里 终于走到坑内坑步道 从这里走出来 这里叫做东坡步道 继续往上 往坑内坑步道走 就可以到寿德公 我们的停车处 坑内坑至松坡坑山至登庙步道 至东坡步道 至东坡步道 距离 距离 爬升 运动还是爬山好玩 好玩 好玩 好玩